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Peace to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感谢主耶稣人天,让我们继续能够在这里收完祭圣日。 And thank God for His grace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study the words in the Sabbath day.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再来查考《乙事铁记》。 And we will continue studying the book of Esther this afternoon. 那我们早上是查考《乙事铁记》中的这个研习。 And this morning we talked about the feast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Esther. 那么我们讲了四个研习了。 那么在这个《乙事铁记》当中的研习可以分作三组。 第一组就是王的研习。 第二组是皇后的研习。 第三组呢就是犹大人的研习。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个每一组的研习都是有两个研习。 我们早上在讲的道理当中重点是第一个研习是预备,第二个研习是成就。 这个也就是在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主耶稣也会给我们摆研习。 And this is to tell us that in our life,Jesus has set the feasts for us. 有时候我们的第一个研习,一般来讲,可能我们体会得到的是比较不好受的。 但是我们在发现到,神给我们的研习会有他的免疫在。 虽然所遭遇的是困难的, 但是神没有说把我们就这样拿掉。 神而是在再加一个给我们新的研习给我们。 这个是在这个以示提提当中的一个, 他在叙述当中的一个, 描写神的作为的方式。 那我们早上已经讲了, 王的研习跟这个皇后的研习。 其实呢,这三组的研习,有三个主题。 那他,一个,一个,一个都有连带关系。 第一组的研习,王的研习,是讲到神的拣选。 他怎么样把那个王后毁掉, 然后变成一个新的王后。 其实那个前的王后,也不见得坏在哪里。 为什么把她毁掉? 后来又立了一个新的王后。 其实这个角度是在讲神的拣选。 神捡选这个皇后, 其实要造就到后来的, 以色列的,这个犹大人的这个生命, 这个民主的得救。 所以这个是又从另外一个角度, 再来看这个三组的研习。 然后第二组的研习,是皇后的研习。 那么可以看出神的这个作为。 其实在这个三组的这个研习当中, 第二组的是最精彩的。 而且是可以发现是在昏苗必争的环境之下。 那我早上有特别来讲到, 那个哈曼去接受皇后请课的, 第二天早晨,他来见皇帝。 见王。 所以这两个人当时是看谁先讲话, 要是哈曼先讲那个, 莫迪凯掉在木头上去了。 如果哈曼说最初, 莫迪凯会会被迫在盖上。 结果就在这个最重要的关键点, 王先讲。 而且王讲的意思, 结果哈曼误会了。 他以为王是要奖赏他。 怎么知道王是要奖赏他认为的仇人。 他就在前一个晚上呢, 让这个国王睡不着觉。 结果呢,莫迪凯会又叫人家拿历史书来念。 什么一年念是五年前的事情。 他才念到说有人救过王。 王就问说有没有奖赏他。 结果呢,人家说没有。 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巧合吗? 什么是巧合? 果然的话,一次可以巧合了。 第二次还是这样的话, 就不能讲是巧合了。 这就是神的作为。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第二组的皇后的那个 两个延期的时间点的这个, 真的是很精彩。 那我们可以看出神的作为。 所以呢, 也可以看出神在神的作为当中, 神用了很多的启示。 诶,神怎么启示? 神的启示在哪里? 你看,皇后第一个请客的是请王跟哈曼来的时候。 我们会想说,奇怪,请他来吃饭还没有要求什么的。 王也在想说,皇后你请我吃饭一定是要求什么的。 诶,皇后没有。 她只要求说明天再来给我请客。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思想,这个真的是这个, 这个皇后怎么会懂得这一招啊? 你有没有想过,她怎么会用这一招啊? 其实,我们在看前想后的时候,她禁食祷告三天有功效。 啊,在禁食祷告当中,可能神就给她有智慧。 啊,要处理这件事情,不要那么急。 那越急的话,容易出状况。 台湾话有句话,吃快就弄坏,吃得越快,一不小心会打烂东西啊。 啊,神就要给这个皇后有智慧。 啊,你明天再来给我请客。 啊,我再来要,我再来要,我再来告诉你要要求什么。 啊,所以这一个也给王有很多的思想空间。 啊,或者是王在一直想,这奇怪,皇后今天没有什么要求, 怎么明天还要再有去,可能再想一想,睡不着觉,也说不定,是这样子。 所以说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想办法,就去看,就听历史书。 一听呢,是拿到五年前的事情。 啊,你看,其实神在默默当中在操作。 啊,所以呢,这个第二组就可以让我们能够去了解的这一个。 这是我们早上,早上所谈到的。 那么第三组的,就是犹大人的,这个,的演习。 那么,犹大人的这个演习,我们早上有念过了。 他的,他的摆设的演习,是在王花布的第二条命令的时候。 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就要来谈这两条法令。 这两条法令,也可以在这个两条法令当中,可以让我们去思想蛮多的东西。 好,那么呢,当第二条法令公布出来的时候。 犹大人有救了,第一条法令是犹大人要死,可以把通国的犹大人,可以把他杀掉。 那第二条法令下来的时候,犹大人可以保护自己去杀敌人,这两条法令就是这个。 好,当由第二条法令花来,花下来以后呢,传遍全省,全国去了以后。 在这个第八章的第十七节这个地方,就想,就说犹大人呢,十七节就说,犹大人都欢喜快乐的来摆设演习。 为什么? 有盼望了,本来是等死的。 人家可以把我们杀掉了,我们没有狂抗的异地。 现在这条法令一下来以后呢,我们有救了,我们可以去抵挡敌人。 这是讲什么,他这个白色的言习是盼望,他们有希望了,但是呢,到了犹大人的第二个言习呢,就是把敌人杀掉了,他们又在白色的言习。 所以从这个犹大人的这一组的言习里面,第一个言习到第二个言习,这个当中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这就是说我们人,我们人要尽我们人的本分,人要配合神的工作,才能够得胜,才能够成功。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做圣工也好,做什么圣工也好,就叫神人同工。 我们从这个他们,当这条命令一下来,他们知道说,啊,我们有希望。 假如说我们有希望,你要是不去努力去做的时候,这个希望会空,会变成没有希望。 所以这个犹大人到了十二月的十三号的时候呢,本来人家是要杀他们,他开始在那一天,就是把他们的敌人把他杀了。 就是神给他们机会。 所以他们应用神的机会,神人同工一起把敌人杀掉。 其实这个也就是在这个六个言习的这一个一个来讲,也可以讲到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拣选我们。 然后呢,我们被神拣选呢,我们懂得去选择。 我们选择了神,然后借着大水的洗礼把我们的罪洗掉。 从神得到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知道认罪、悔改、受洗、求圣灵,能够做得胜的生活。 好,到第三个,就是我们能活在这个世上有盼望。 但是神最后给我们的是什么? 将来的天国。 那你要想要到将来的天国。 那你要努力。 神人同工。 这样子你才能够达到。 好,这个是六个。 三组六个言习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那我们今天下午就继续来讲。 这一个在过程当中,又有另外一个插曲。 要我们去思想的,那里面有两个。 有两个,有两条绿法。 那么这两条绿法,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我们再看,我们看这个第三章的十三节。 以诗帖记第三章的第十三节。 这是第一条的,里面的第一条的绿法。 那么十三节说,交给一族传道王的各省, 吩咐将由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 十二月就是亚达月的十三日,全然减除杀戮、灭绝, 并躲他们的财为猎物。 这一条是第一条的法令。 那么这条法令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这个是哈曼跟国王要求的。 然后呢,他还用说,我捐一万他年的这个银子给王。 然后王说,好了,令下了,钱我不要了。 所以这条令一下来的时候,你看看, 犹大人没有希望。 住在那边的人是死路一条。 有时候你要想想看,有时候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表面上是活得好好的, 其实呢,是死路一条。 结果呢,后来呢,就发布了第二条。 那第二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呢,经过的时间,一月十三号公布, 然后到了三月的十三号, 其实经过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多月的时间。 那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 就是皇后的两个延续的时间。 那么在这个短短的这个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当中, 那个要害他们的哈曼已经掉死, 在自己手造的这个五脏的高的高脚上面死掉了。 那王呢,他想说,那你害你的人已经死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 那一条法令一按,经过王的戒指, 这样盖上去了以后, 这条法令是永远不得改变。 这个是严重性在这里。 虽然王知道他们要害犹大人, 把他们的那个害子, 他偷偷,把他杀掉了。 表面上好像说,困难解决了。 他知道,在当时的法令, 王的印一盖上去的时候, 这条法令永远不能改变。 这个是严重性。 哇,这个问题不解决, 犹大人还是不能够安心啊。 好,结果呢, 皇后去求王, 所求王,把这条法令改掉。 王跟他讲说, 照我们的帝国的规矩, 王的印一盖上去, 连国王都不能改变。 那怎么办? 结果只好, 再发布第二条命令。 王可以发命令。 印章一盖上去以后, 第二条命令就不能改。 所以这条命令变成对犹太人的是死的律。 但是,王可以再加另外一条律上去。 这两条律好像彼此是对立的, 但是在这个对立当中, 起习有利的部分。 后来呢, 王呢,就借要这个莫敌感呢, 就发出了第二条律。 那么在这条律一发布出来了以后,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看这个第九,第八章。 我们看这个第十一节。 十一节,十一节,十一节,十二节。 他说, 要去保护性命, 减除杀戮,灭绝, 那要攻击犹太人的一切仇敌, 和他们的妻子, 儿女, 夺取他们的财物为猎物。 那么, 这个是第二条,第二条法令。 好, 那么这条法令,王一样盖上的印。 好, 这犹太人一看到这条法令一出来的时候, 真的充满了希望。 那以前第一条命令是, 他们等死,就等人家来杀他。 那第二条命令下来的时候, 他们可以反抗。 所以我们看当时的这个, 那亚阿西鲁王在统治这个国家里面, 这个人, 你要是看到这个人, 人的这个性命, 真的是很, 很没有什么价值。 你要想到哈曼, 哈曼作为一个宰相, 王有这么疼他呢, 王有的依旧, 吊起来就吊起来, 就吊起来了。 人的这个生命, 真的操纵在这个王的手中耶。 所以今天的王家下了这条命令, 就盖了印章, 这条法令也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这条法令有实现, 就是到十二月十三号,十四号。 然后这个时间过了以后, 这条法令就没效了。 那第一条法令也都没效了, 因为时间到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 犹太人可以保护自己, 可以去杀丑敌。 所以当这条命令一出来的时候呢, 犹太人接到这些, 就高兴, 他们就开始摆盐席了。 因为有希望了。 后来呢, 到了十二月, 十三号十四号, 把敌人杀掉了。 他们也是摆盐席了。 他摆盐席做什么? 庆祝他们得生了。 他们活了。 以前是死的, 现在活了。 好。 那这两条法令, 今天在以示铁记里面的这两条法令, 对我们今天相信耶稣的人, 到底在讲什么。 那我们现在把这两条法令摆在这个地方, 这两条法令都是往守公布的。 而且呢, 是王家上的印章。 换一句话说, 这两条法令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好,再来一点, 这两条法令是并行的。 这两条法令是虽然有互相的冲突, 但是是平行的。 这两条令都有能力的。 那这是告诉我们。 其实在这一段里面就可以让我们去思想。 其实呢,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 一样也是有两条律。 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耶稣, 以前还没有说起归宿耶稣, 基督以前只有一条律。 就是死跟罪的律。 所以圣经里面说, 众人都在罪里面, 都死在罪里面。 耶稣基督部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我们人都死在罪里面。 那耶稣基督部来了以后, 在石教上钉石教后面死了以后呢, 留出他的保血。 就等于是立了第二条的律一样。 所以呢,我们今天, 我们作为信徒呢, 有两个律。 那两个律是指的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请看第二节。 罗马书第八章, 第八章的第二节, 我们从第一节看起。 他说,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第二节。 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最合适的律了。 好, 第二节。 好, 那么在这个第八章的第二节里面, 他是讲的两条律。 一条律就是生命圣灵的律。 第二条律呢? 第二条律呢? 罪和死的律。 其实呢, 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是讲这两条律, 我们信耶稣的人有这两条律。 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 受洗归入于耶稣基督。 所以呢, 我们受洗的时候把我们的罪洗掉。 我们的旧人就死掉了。 我们就成为一个新的人。 圣经里面叫做新造的人。 但是, 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 那我们要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哦。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就有肉体。 我们有肉体, 就有罪性哦。 这个我们肉体来的情欲哦。 哦, 罪, 可以借着洗礼洗掉。 但是, 罪性没有办法。 罪性, 罪性没有办法。 不是讲说, 洗礼没功效哦。 有功效, 它可以帮我们的罪洗掉。 但是我们还活着啊。 哦, 所以我活着, 我们还是有罪性啊。 那你什么是否这个罪性? 就是靠着, 在这里面所讲的, 生命, 圣灵和生命的力。 靠着圣灵的能力。 所以提托书3章5节, 怎么说, 怎么说。 哦, 并不是我们表现得比人家好啊。 我们今天能够重生, 要靠着重生的洗。 还有, 圣灵的更新。 哦, 圣灵的更新。 这就, 以斯铁记里面的第二条律。 本来他们, 他们第一条律, 他们要死的。 结果呢, 这王颁布了第二条律。 使他们在这个, 没有希望会死的过程当中, 变成能够活了。 哦, 可以去抵挡那些, 抵挡那些, 抵挡那些, 要杀害他们的。 哦,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去思想。 今天我们信主了以后, 很实在哦, 很实际的哦, 你有带来, 有没有肉体。 哦, 不是说我们一信主, 一受洗,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没那回事。 因为我们带有肉体, 最有软弱。 就好像, 这个犹大人, 他们被罪, 被这条律要杀掉。 那怎么办? 就是要靠着第二条律。 好, 去抵挡, 去胜过。 这个, 这个, 这个就在讲我们的信仰生活。 好, 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 这两条律, 罪和死的律, 跟生命胜利律, 是并存的。 没有, 没有, 因为我们信耶稣以后, 这个死的律就没有了。 罪是赦免, 没有错。 但是, 我们要是不小心, 我们体贴若体的时候, 那些坏习惯, 死的救人, 就复活了。 所以, 有些信徒碰到困难的时候, 就说,我不要醒啦, 我不信耶稣了啦。 又回去到以前的这个, 这个生活, 以前的旧的生活去了。 又回, 又被死跟罪的律, 控制住了。 所以呢,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这两条律, 还是并存的。 这一点, 可能我们以前很少想到这个, 想到这一个层面。 所以为什么, 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 要靠圣灵的更新, 靠圣灵的能力。 靠圣灵的能力就是第二条律了。 所以, 今天神拣选我们, 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教会, 得救的教会来。 所以, 圣经里面说, 不是你们拣选, 我是我拣选的你们。 然后再吩咐说, 叫你们去多结果子。 所以我们今天, 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真道守住。 将我们的旧人, 死掉的人, 就不要让他复活。 永远埋在地里面, 把他埋掉。 不要给他活起来。 然后呢, 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 然后是多结果子。 啊, 这一个, 这样子的生活, 我们这个属灵的生活, 具有能力, 具有力量。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到, 实际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常常不是我们所讲的这样。 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 什么叫做属灵的人, 叫做是属肉的人, 就出现了这样的讲话。 啊, 所以呢, 我们在看到, 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六节。 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六节。 他说, 体贴弱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所以在第五节说说,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人, 这次就会体贴肉体的事。 然后随从圣灵的人, 就体贴圣灵的事。 好,简单地讲, 我们人, 人的元素是什么? 我们人的元素, 构成我们人的元素是什么? 最简单地讲说, 有灵, 有魂, 有体, 对不对? 好, 这个, 这是, 这个, 加拉太说第五, 不是, 那, 帖撒罗人家签说第五章, 第二十神经里面写的, 有灵, 有魂, 人有灵, 有魂, 有体。 那灵是属神的, 哦, 那个魂, 是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表现上面, 那个体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这个身体, 人怎么活? 灵魂进入我们身体, 跟我们身体结合, 人就活的, 那人死呢? 灵魂离开了, 神就躯渴, 这个就是死了, 好, 这个, 这是我们,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 可以懂的, 好, 那么在这个第五节是说, 你随从肉体的人就是体贴肉体, 那个体贴, 顺从圣灵的人就体贴圣灵, 好, 换句话说, 人, 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你可以体贴肉体, 你也可以体贴圣灵, 你也可以体贴圣灵, 但是跟着下来, 在第六节就怎么讲呢? 那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那体贴圣灵的人呢? 乃是生命平安, 好, 那么怎么讲? 什么叫属灵的人? 我们的灵魂顺着肉体而行, 这样走到最后就是属灵的, 就是最合死的力了, 就走进去了, 那我们的身体顺服着圣灵的引导, 克制肉体的情欲, 就得到生命平安, 所以在我们这一段里面, 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心中有两个律, 所以在儿童诗歌里面, 有一个诗歌叫做, 我的心中两个律, 哪一个律我强, 一个叫上天堂, 一个叫下地, 有没有? 有没有这首诗歌? 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其实我们这两个律常常在争, 常常在争, 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软肉的时候, 一直朝向肉体方面去了, 那碰到混乱的时候呢, 看不到神为我们, 只看到神给我们准备了第一个延期, 看不到第二个延期的时候, 一直在那抱怨的埋怨, 一直朝着死的方向走, 但是呢, 假使我们顺着圣灵的律的时候, 那靠着圣灵的能力, 就能够致死肉体的情欲, 所以我们在这个以色铁记里面, 那两条律, 就可以看出, 第一个律就是最后死的律, 第二条律就是给我们有盼望的律, 就是生命和圣灵的律, 所以保罗他曾经也说, 我在心中这两个律真的很痛苦啊, 我愿意去做的, 我做不出来, 那我不愿意做的偏偏要做, 我像这句话,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 我们的教会里面, 大家看到说, 你看我强, 我看你强, 来到教会带着圣经来教会聚会的时候, 大家说,不错,信仰不错, 你看我强,我看你强, 其实呢, 两个都软弱了, 你夜来人家安静下来的心, 自己在欢迎今天一天做的事情, 你做了多少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想了多少不应该想的事情, 我们真的是很软弱呢, 难怪保罗说,我真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个, 能够脱离这些呢? 或者他说,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 他就得胜了, 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两个律的这个角度来讲, 可以给我们的思想, 今天我们, 要怎么样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第一条律是死的律, 第二条是得胜利的律, 那么呢, 在这个仪式体系里面, 不管是延期也好, 这个律的也好, 这个律的也好, 的动作都是一致的, 第一个律带给我们很多的痛苦, 甚至连生命的活的希望都没有, 但是, 神给了第二条的律, 给他们有希望, 生命是你的律, 那这两条是并行的, 一直到死都不会改变, 那怎么办? 那就是要, 第一条不会改变, 所以说我们活在这世上, 碰到的困难, 神不一定, 不是借着你的祷告后, 怎么样就可以把它拿掉, 当然神要给你拿掉, 当然神有能力可以给你拿掉, 但是神的重点并不是要把你这个事情拿掉, 我们他们是想要快一点, 快一点, 能够通过这个苦难, 神未必会造我们的意思是这样, 这一点是我们要认知的哦, 我们要认识哦, 你要是这个认识不清楚的话, 我们信仰生活是很痛苦的哦, 你要是认知这个是事实, 神会颁布第二条命令给我们, 这一条的命令不是把苦的拿掉, 而是一条新的给你去胜过它, 这个是以示铁记里面, 保罗罗马书里面所讲的这个的真理,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自己要认清楚, 我们信耶稣, 对困难的事情, 困难的事情的时候, 要怎么去面对它, 你要是要有这些的话, 就会很坦然啊, 所以当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 这是在我很多年的经验当中的一个, 所学习到的一个课题啦, 我碰到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的困难的时间, 大概, 好像两次,三年半, 在这个三年半的这个操练中, 很苦的,很苦的操练, 后来呢, 靠着圣灵的帮助, 后来胜过了, 后来学到什么? 当灾难困难, 后来临到我们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想说, 主啊,你要给我学习什么功课? 当知道神要叫我们学习的功课, 当我们把它学习完成的时候, 苦难离开了, 生命平安喜乐就来了, 这个, 就是《以示铁记》里面, 《罗马书》里面, 给我们的一个真理。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时候, 我早上也有提过一个观点, 就是说,今天, 我们遭遇到的困难, 病痛, 或是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 你能不能信得下去, 说这是神给我们安排的。 你信得下去吗? 这个功课难哦, 你要是这个, 这一层的功课, 你要是学得出来的话, 你相信说, 是的, 是神给我预备的。 虽然苦, 我愿意接受。 当你愿意接受, 去面对它, 就好像他们的法, 第一条诫命, 他们可以去杀犹大人的这条法律是一样的。 那你就应用第二条律, 勇敢地面对, 靠着大家一起努力, 把这个敌人把他杀掉。 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圣经书教会在强调圣灵? 当然,这个教会没有神的灵的话, 这个就没有生命啊。 这个圣灵是将来我们得天国基督的凭据, 所以这个是圣灵的, 对我们人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功用啊。 更重要的, 圣灵是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过着得胜的生活。 这个是两个律, 给我们去学习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 我们来唱诗 唱诗146首